来卡狗的话,目前的话,比如说按体零算的话,它现在重量是22千克,然后站起来的时候高度大概有0.6米,然后长的话大概0.5米左右,是一个算是中小型的一个四处机器人吧,然后那个简单说就是机器狗。 然后它现在基本的功能的话就是比如说分为两种,一种是站立的时候,还一种是这样的。 它其实用的就是那个组织机器人的控制原理,其实跟人其实走路的其实差不多。 在机器人上面使用了最新的比如电击控制啊,最新的电击啊,以及最新的结构之类的,让它那个整体结构的统一性了嘛。 原本一些比如说呢,控制上或数学公司能解决的问题,我们其实不会去用AI去解决的,因为数学公司可以帮你更好地把这个问题解决,就没有比较少AI。 目前AI最多用的就是一种黑盒子的问题,就是我们不知道,或者太复杂的这个问题,或者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,我们就那个让它自己去学习,然后AI学习一下,然后把结果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。 这样的是两种组合方式吧,我们后面可能也会加上AI之类的,作为一些补充。 推广的给一些高校啊,或者一些科技公司,或者一些科技好者,这种那种,算是科技库完类的证明。 后面如果随着比如说我们的性价比更高,控制就更加完善以后,我们会尝试推一些那个实际的应用,比如说有些公司买我们去做一些安防之类的东西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